你给我一块钱 我帮你做法区区会琴 保证你下了迎亲 和尚正在算卦 只见他将水含在嘴里 然后喷了男人一脸 你干什么 把事做完 会起已出 无心告诉男人 接下来他将心想事成 这一把保证你稳赚不赔 我这一块钱可没你啊 你要是敢骗我 我可饶不饶你啊 放心吧 你要切记啊 只能赌一把 男人随后来到赌场 无心急忙叫醒包里的白琉璃 让他跟着男人 男人把全部的钱都压了豹子 这时白琉璃轻轻吹了口气 筛子一开果然是豹子 可是赢钱后男人并没有收手 所谓十读九书 最终他把赢的钱又都赔了进去 男人骂骂咧咧地找到无心 想要回刚刚算命的一块钱 都被你 我现在身份都没有了 全输光了 你有病啊 我告诉你只能赌一把 就在他们争吵的时候 苏桃被一个女人带进了赌场 女人骗苏桃说这里招服务员 涉事不深的苏桃 苏桃被骗着签了一份卖身合同 接着他被换了一身旗袍 这时一个醉醺醺的男人靠近他 太羞你当是沐小姐嘛 男人让苏桃陪自己跳舞 苏桃这才意识到被骗鸡盲逃了出去 可刚出大门就被人抓住 无心一眼就认出了苏桃 他冲过去把苏桃护在身后 男人这时拿出苏桃的卖身器 他告诉无心想把人带走可以 但是要拿出六千块的违约金 无心听了也不慌张 他决定用这一块钱在赌场赢六千 给男人好好上一课 在白琉璃的帮助下 无心压大开大压小开小 看着无心一把接一把的赢钱 男人示意手下叫来老大 一个霹雳脾气的男人缓缓走来 他便是赌场的扛把子顾姬 这人竟和百年前无心的好友 顾玄武长的一模一样 白琉璃一眼辨认出顾姬就是顾玄武的儿子 不过无心已经失去了记忆 他并没有察觉 顾姬决定跟无心一决高下 只见他耳朵动了动 过境筛子闻了闻 便知道了筛子的点数 买定你手 最回大脚我都不压 无心自信地把所有钱都压在了豹子上 顾姬打开筛子无心又赢了 他的笑容瞬间凝固 他一口咬定无心出老千 顾姬让人把无心问阻 我刚刚明明闻出来的是二三四 现在怎么变成三个六 说着便掏出枪要剁去无心的手 顾姬朝着二爷拜了拜 然后请出青龙眼月刀 他朝着刀喷个口水 然后磨了起来 袖姬斑斑的宝刀重现锋利 突然宝刀开始不受控制地抖动起来 他挣脱顾姬朝他卡了过来 顾姬死死握住刀柄 招呼手下赶紧过来帮忙 害了你干嘛呀 快不过来帮忙 不过来是周永远的宝刀